《孝文帝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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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如何坚定不移的推进汉化政策 特别是孝文帝 他是如何坚定不移的 要把这个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他的两重性 当年孝文帝带着三十万人 鲜卑的鲜卑化的汉人 匈奴人等等等等 来到洛阳遭受到非常大的反对 结实在定都洛阳以后 他的太子 托巴荀 还私自潜逃回平城 后来被废太子 甚至被杀掉 所以这个斗争是非常惨烈的 有许多宣卑贵族 在各处发动暴动 反对汉化 也被先后平息 先后镇压 那么我们可以说 一阵风雨过后 采风出现 一阵反抗 一阵反对之后 大家在洛阳 住时间一长 逐渐习惯了 最后大家发现 原来洛阳竟是这么美好 他的物产丰富 他的气候比平城还要好 那么定都既然定在洛阳 全国的物资 那就是资源洛阳 所以来到洛阳的鲜卑族 来到洛阳的匈奴族 来到洛阳鲜卑化很深的汉人 他们由过去的反对 到后来的适应 然后到后来的欢喜 他们开始 落不失属了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又很有意思 往往是几家欢喜 几家愁 那么来到洛阳的贵族们 他们落不失属 留在平城点 当时庆幸没有被 孝文帝强行牵到洛阳来的 他们开始失落了 而尤其失落的 是原来地位非常高 待遇非常好 帮助北魏首边的 所谓六镇的将领 六镇的政兵 他们更加是感到失落 我们过去不断地说 北魏 他北方最强大的天敌 是柔兰 柔兰居住在东起 呼伦贝尔 西到阿尔泰山 北到贝加尔湖 南到阴山 这么大片的草原上 每当气候寒冷的时候 他们就要向南进行迁徙 所以他们成为北魏的天敌 而且他们的南下 并不是某个首领的个人意志 而是整个民族 为了谋取生存 这样一来 他们就对北魏 带来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上一次说 我们北魏一首名歌 叫做木兰池 说是 燕山湖极明啾啾 这个湖极 不是指东晋眼中的北魏 鲜卑 而是鲜卑北魏眼中的柔兰 这样一来 他们就要设置重重的边防 来抗议楼兰的南下 因此从太祖 道武帝 托巴规开始 一百年来 他们就在东起 现在河北的张北 西到现在 内蒙古的 沃尔都斯 那一带 设立了许多的军政 那么比较稳定的是 六大军政 我们看一看 所谓的淮黄镇 所谓的楼玄镇 浮敏镇 武川镇 淮硕镇 沃野镇 这是比较稳定的六镇 这六镇 恰恰是在北尾 41度线的上下 形成一个锁链 来抗拒楼兰的南下 当然 每个镇 它都有镇城 我们后面 国府里面的 是它的镇城所在地 他们的防区所在地 这更加辽阔 防区所在地 一般它的北端 是到北尾的43度线 所以我们可以说 北镇 它防范的面积 防范的范围 应该是我们现在 在河北省 山西省 陕西省的北部地区 以及它更北的 内蒙古那一带地区 那都是六镇的防区 那么当北魏 它的都城在平城的时候 六镇离平城是比较近的 六镇的镇将 一般都是由拖拔皇族 那些拖拔王 他就做镇将 而镇兵 这是拖拔的武士 拖拔族 他也以军人作为自豪 所以六镇的镇将 六镇的镇兵 应该说都有荣誉感 而且待遇非常好 武器很精良 但是随作它的都城 迁到洛阳 那么政府北魏 对北部边防 特别是对 六镇的这种 待遇 它就逐渐下降 六镇对于洛阳的重要性 它逐渐下降 尽管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 曾经到六镇进行巡视 给大家鼓气 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所以六镇的衰落 六镇地位的下降 随着迁都洛阳 它是必然的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第二个方面 在六镇它不但有正兵 有正将 还有正民 这些六镇的正民 它是由内地 因为犯罪牵过去的 或者是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 投靠北魏 被安置在六镇安居 这样一来 六镇的形式 它就比较复杂了 所以六镇由原来的军事重镇 由原来北魏的北方屏障 就变成一个一个的佛要头 只要有一位隐线 它就爆炸了 公元523年 也就是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后30年 六镇的其中两个镇 一个是淮荒镇 一个是沃野镇 发生了阵营和阵兵的暴动 而在沃野镇领导暴动的 是一个匈奴人 他的名字叫破刘寒80 那么这两个镇一闹事 六镇统统闹事 统统响应 所以整个六镇 这个火要头 它就爆炸了 不管六镇的地位怎么下降 但是在北魏的统治者看来 他仍然非常重视 所以一边调动大军 对六镇进行镇压 一边向楼兰 请求援助 所以国家和国家之间 政权和政权之间 这种关系也很有意思的 他们一边他是敌对 另外一边他有相互帮忙 所以在楼兰和北魏军队的 联合打击下 六镇暴动 失败 破刘寒80被北魏军 所杀死 但是怎么安置 这才是更大的问题 而这个安置 更主要的是解决 六镇的正兵和正民的 生活待遇问题 这个时候 北魏 又出现一部政策上的实物 他把六镇的这些正兵和正民 统统搬迁到现在的河北中部 也就是定县 济县 和 河间一大 当时是三个州 所以说安置在河北三州 但是河北三州这个时候 正发生饥荒 当地的民众就没有饭吃 一下来了几十万 北方来的各民族点 要吃饭点 所以整个矛盾 又在原来的基础上激怀 虽然六镇的暴动 已失败告终 但是六镇军民们 对于北魏朝廷的机缘 却不降反增 尤其是北魏将原本 位于六镇的军民们 前往了正在闹饥荒的河北地区 就这样 心有愤懑的六镇官兵 和正生活与水深火热之中的 河北民众 汇聚到了一起 那么 他们又会对北魏政权 发起怎样的冲击呢 两年之后 公元525年 有一个怀朔镇的政兵 叫杜洛州 他是高策人 那么杜洛州啊 在上午举行暴动 这样一来 整个六镇千道河北一带的 正兵正将 以及河北的农民 通通闹死 于是演变成 我们中学教材所说的 河北大骑 各股骑义的部队 最后 融会成一个浩浩荡荡的部队 总首领 叫葛龙 葛龙是先辈人 所以我们看看 破刘寒八林 匈奴人 杜洛州 他是高策人 而这个葛龙 他是先辈人 我们也可以看出 当时河北形势 他的复杂 到公元528年 葛龙的河北一军 可以说 发展到他的鼎盛时期 当时河北的中部 现在的北京 现在的天津 当时号称河北七州 都被葛龙所占领 他的军队号称百万 于是挥师西进 挥师南下 围困当时北魏 在河北的一个重镇 这个重镇已经有几百年了 叫做涅成 但是葛龙在这个地方 遇上了他的克星 这个克星 名字叫尔珠龙 尔珠龙在当时 是一个传奇人 什么个传奇 尔珠龙的高祖 也就是他祖父的祖父 就已经是祖父族的 一个部族的首领了 据记载 他曾经率领过 一千七百个 祖父族的勇士 追随北魏的道武帝 也就是托巴龟 去攻打后冤的都城中山 由于立有战功 所以 道武帝托巴龟 给了他山甘河流域 三百里的领地 这个部族逐渐发展起来 那么到了尔珠龙的时候 这个部族 他的势力就已经不仅仅是在 山甘河流域了 而是成为整个山西 最大的一股军事力量 随着六镇起义 随着河北起义的爆发 尔珠龙也不断地关注 他形式的发展 那么人的欲望 人的这种雄心或者野心 它实际上是随着地位的变化 是会发生变化的 这个时候的尔珠龙 和原来已经不一样了 由于他人多 马多 武器精良 而且这一支部队 战斗力非常强 所以以他们为后盾 北魏政府 给了尔珠龙龙高的待遇 他总领三西六州 而且是车击将军 方大独徒 但是尔珠龙这个时候 他就开始对朝廷的事 开始说三道四了 不断地请求 让他出兵 去镇压六镇的旗 去镇压河北的旗 这样一来 使北魏的朝廷 倒觉得 是不是东汉的那个董卓 又出现了 既然是这样 朝廷就提高警惕 那么这个时候 北魏朝廷的当权者是谁 他姓胡 所以历史上 把他称之为胡太后 他是辅佐他的亲儿子 身边也有无数的男粉丝 他除了和他们 谋取势力 吃喝玩乐 游落无度以外 不干正事 所以这样一来 在他们这一帮人的折腾之下 北魏迅速走向衰败 六镇压河北的起义 也就在他们的折腾之中发生的 那么 他的儿子 开始小 那逐渐长大 传出来的那些八卦 觉得非常难过 他也想自己掌权 也想自己干事 但是只要他一动作 他母亲就知道 把他的亲信全住产出 所以这个小皇帝被母亲逼得没有办法 于是 病急乱投医 派人送秘子送给尔朱龙 希望通过尔朱龙来压制他的母亲 这个他母亲就不干了 他母亲和亲信一起 竟然把自己的亲儿子 把他毒死 然后立了一个三岁的小孩 做新皇帝 尔朱龙身经百战 尔朱龙可以说杀人不眨眼 但是消息一传来 他也大吃一惊 他们又想到 本来说辅毒不食指 他没有想到 世界上竟然有这么肯毒的女人 为了自己的私利 为了自己小囤伙的利益 把自己的儿子毒死 那么这也正好给他一个借口 什么借口 起兵攻打洛阳的借口 尔朱龙一方面有 已经死去皇帝的秘子 一方面有胡太后杀害自己儿子的 这么一种罪状 于是起兵来到洛阳 胡太后挡不住啊 怎么办 他想逃避这场灾难 削发为泥 但是尔朱龙不管这些 从寺院里面 把胡太后揪出来 以及他这个刚刚立的皇帝 统统偷到黄河里头去 不但这样 采纳了身边清晰的建议 把北魏在洛阳的二百多个文武官员 包括先辈贵族 以及包括汉人的门阀 四祖统统统驱赶到洛阳西北 现在我们河南省 孟金县 一个叫做陶祖的地方 把这一批人驱赶到这一带 等到众人到齐 尔朱龙站在高处 力声训斥 说天下的事情 哪里就是一个坏女人 可以弄得坏的吗 难道你们这帮贪官 你们这帮污吏 你们没有责任的吗 训斥一文 早已经布置好的欺负勇士 欺负武士 从四面八方向着二百官员冲来 远的射箭 禁定茅刺 二百多人 训奸全部上边 然后抛进黄河 这个事情在中国历史上 影响极其之大 人们把它称之为和音之变 在和音之变后 原本北魏的贵族和权臣 几乎全部被杀 而尔朱龙则一举掌握住了 北魏的政权 但是在夜城的城池之外 还有着可容近百万的河北起义军 正虎视眈眈 那么尔朱龙又能否抵挡住 来势汹汹的河北起义军呢 面对强大的敌人 尔朱龙又会有怎样的退敌之策呢 请继续收看 国史通间 在线乱世 通过这个事变严格说起来 北魏的政权 它已经名存实亡 操纵这个政权的 是尔珠荣和他的集团 尔珠荣认为 基本上摆定了北魏政权以后 当时的河北还在闹市 我们刚刚说 河北在葛隆的率领下 浩浩荡荡百万大军 正在围困涅治 那么尔珠荣呢 他就回到自己的根据地 现在山西的太原 当时叫靖远 安排起兵 要灭了葛隆的河北起 那么他当时军队有多少 不多 而珠荣从来就是不靠兵多打仗的 当年他的高主是一千七百人 跟随道武帝托巴龟攻打中山 那么这一次 他的部队大概一万骑兵左右 但是一万骑兵 纵坑天下 他也不能全带走啊 带多少人 七千 这个事情一传出去 所有的人都认为 你七千人 去碰击别人的百万大军 当然百万 是虚装身次 葛隆在夜城前线里 大概有十多二十万军队 那么即使十万军队 你也不是去洋路湖口吗 葛隆听说尔珠龙要来 也很高兴 听说七千人 他命令部下 大家都准备好绳索 准备好绳索干什么 准备好绳索绑人 抓葛隆 这个消息也传到尔珠龙 尔珠龙也很高兴 什么原因 交兵必败 那么尔珠龙带着七千精气 每个都备有驸马 日夜监城 从太行山的湖口 东处 突然来到 聂城城北 于是十多万葛隆的部队 列政宿舍里 击张而进 什么叫做击张而进 就像展开一个包围一样的 浩浩荡荡 向葛隆的部队过去 尔珠龙是有准备的 怎么准备 第一 他命令 每个将士 除了长矛 除了弓箭 除了短刀之外 每个人准备一根棍棒 短棒 他准备肉搏的 他能够贴身肉搏 棒比刀更有用 第二 传令全军 不以首级来论功 而以全胜来论功 第三 分出一部分的将士 每三人一组 每一组带着几百匹马 在附近的丘陵山头活动 来虚张声势 作为宜兵 第四 派一些从葛隆云内里面 投降过来的一些著名将领 在镇前 扶鹏唤有 结果一家伙 葛隆的部队一万多人 临阵倒戈 最后 他自己身先士卒 向葛隆的军队猛扑而进 一方 能多是重 但是轻敌 另外一方 人少但是兵精 而且准备充分 战斗的结果 很快就见分枪 而朱隆的七千金席 在葛隆的军队里头 几近几处 把河北军冲得一塌糊涂 葛隆当场被俘虏 本来大家都预料 是葛隆毫无疑问 是取得胜利 但是非常短的几个时辰 而朱隆 完全击溃了葛隆几十万大军 至少是十多二十万大军 那么河北齐宣告失败 而朱隆的声望 他就更高了 而在这场战争之中 我们要说到其中一个人 这个人叫高欢 这个高欢呢 是汉人 也出生在河北 但是和冯太后一样 也是鲜卑化很深的汉人 而且从他祖父开始 他们就生活在六镇 那么后来到河北 他参加了杜罗州的河北齐 然后觉得杜罗州不能成大事 他就想投靠葛隆 而且已经投靠葛隆 但是觉得葛隆也不能成大事 这个人是很有政治野心的 或者说很有雄心壮志的 因此带着葛隆手下的一批 和他关系非常好的将领 投奔了尔朱隆 我们刚刚说 在镇前 呼朋唤友 搅乱葛隆的军心点 就是这位高欢 那么高欢还给自己取了一个 鲜卑猪的名字 这个名字叫做贺六魂 很好玩 那么这个贺六魂 或者说高欢 他在投奔 尔朱隆之前 就已经有人向尔朱隆介绍 说有一位叫做高欢的 如何如何了得 我们看看别人怎么介绍高欢的 说高欢 深层有大度 轻财重视 凡事成大事里都是这样 没有一个贪财的能够成大事 为豪侠所终 木有金光 这了不起 长头高权 齿白如玉 少有人杰表 从小就显示出 与众不一样 就是人杰 长相魁武 另外 这个气质 气势 它和一般的人不一样 但是当高欢一见尔朱隆的时候 让尔朱隆大失所望 为什么呢 只见此人 面目憔悴 一点的疲弊之色 哪里木有金光 但是尔朱隆不愧是尔朱隆 要不然也不是乱世枭雄 他不轻易放过一个英雄 于是他要对高欢进行考察 怎么个考察 与一个故事 很好玩 尔朱隆把高欢 带到自己的马厩 参观自己的战马 高欢一眼看到 一匹高头大马 窥长窥雄壮 但走近一看 中毛特别的长 腿毛特别的长 是否没有修剪过 原来是一匹野马 刚刚被捕的野马 高欢回过头来 看看尔朱隆 尔朱隆朝他点点头 高欢知道考验自己 于是高欢 凭坐自己的双手 要给马剪中毛 要给这匹马 剃铁毛 按照一般的操作方式 给马剪中毛 需要给马带上笼子 这个就叫鸡 把他的脚给捆绑起来 这个叫做半 所以我们说鸡半鸡半 就是这样来的 以免马挣扎 以免踢伤 这个操作者 那是高欢 不用 既不要急 也不要扮 平坐双手 把这匹马 的中毛 剪短了 梳理的光亮 把这匹马的提毛 也修剪干净 操作完了以后 他站起身来 回过头去 再看看身后的耳朱龙 耳朱龙一边微笑 但是心里暗暗的吃惊 还没有看过 这么有本事的人 觉得此人真不简单 同时经常和他 讨论天下大事 高欢很快成为他的心腹 那么有一天 这个耳朱龙 支开身边所有的人 和高欢密意 那么说 对天下大事 您有什么看法 然后高欢就说了 今天子暗若 太后淫乱 必念善命 朝政不行 以民工雄武 诚实奋发 讨政言 徐和之罪 以清地策 霸业和举鞭而成 现在的皇帝 没能力 太后又是个淫乱的太后 而且身边一帮小人 在这里善权 朝政不行 以您的胸怀大事 以您的才干 以清地策 那不是举手之劳吗 那么耳朱龙 后来正是在高欢等人的推动之下 出兵 诺阳 而出兵诺阳的前锋 就是高欢 随着耳朱龙权力越来越大 地位越来越高 掌控着整个北魏政权 那么高欢的声望 也越来越大 这样一来 到引起耳朱龙的有点不安 所以有一天 耳朱龙突然问身边的人 说你们说说看 假设有一天我不在 谁能够是我的接班人 结果左右亲谁 也不加思索 说 当然是您的儿子 当然是 实际上是耳朱龙的侄子 他的养子 也叫虫子 当然是您的儿子 耳朱赵 这还用问吗 但是耳朱龙说了一句话 我们看看 耳朱赵 虽然勇于战斗 他很勇猛 然所将不过三千起 他只能带领三千人的部队 多则乱矣 多了他就忙不过来 他没这个能力 看待我者 为贺柳温暖 能够取代我爹 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高欢 他没有说他汉民的名字 说鲜卑的名字 叫贺柳温 然后他提醒 他的虫子 耳朱赵 说耳飞起鼻 终当为其穿鼻 什么意思 牛鼻子 把它穿起来 说你根本不是高欢的对手 总有一天 你要为其所自负 一代英杰的耳朱荣 不仅有着出色的军事才能 还有着一双十德英雄的慧眼 在他眼中 高欢的才能和野心 都要远远强于自己的接班人 耳朱赵 那么耳朱荣的预言 是否会成为现实呢 高欢又会不会取代耳朱荣 成为北魏新的掌权者呢 那么过了不久 耳朱荣被北魏的皇帝 杀死在宫殿里面 由于他权力太大 也引起别人担心 结果一场共云政变 把耳朱荣杀了 那么耳朱荣死了以后 高欢和耳朱赵 逐渐由战友 成为仇敌 不出耳朱荣之所料 耳朱赵在和高欢的战争中 连续遭到失败 最后逃到了自己的祖籍所在地 来到桑干河 万念皆亏 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东山寨己的希望了 于是自杀什么 高欢一步一步成为北魏的实际的掌控者 在这个过程中 高欢把耳朱龙所立的一个皇帝 把他废掉 这个皇帝后来别人称之为前废帝 为什么叫前废帝 因为后来高欢又把自己立的一个皇帝 废掉 所以人们把这个皇帝叫做后废帝 他一个人废了两个皇帝 那么废了怎么办 自己当皇帝 觉得实际不成熟 也许他那个时候对北魏 还是忠心耿耿 所以他有个心愿 要把孝文帝的孙子找出来 因为他废去的这两个 和孝文帝的血缘都有点远 那么最后终于找到一位 找到一位孝文帝的孙子 叫做袁修 高欢亲自来请 而且一番诚词 表达自己的忠心 声乐极下 他的声乐一下 这个袁修也感动了 也声乐极下 于是把袁修请到洛阳做皇帝 高欢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所以他和袁修之间 既是君臣关系 又是温序关系 按理来说北魏 应该相对安定下来 但是没有安定 什么原因 高欢不放心袁修 他自己要成为掌控者 而袁修觉得自己是皇帝 我就应该掌控朝政 所以君臣之间 温序之间 矛盾很快地爆发 公开破裂 这位袁修 乃至不惜自己的性命 要讨伐高欢 而且派人送了一封信 送个高欢 这封信很好玩 我们也齐温共欣赏 当然说出了他的真心话 说正不劳此任 我根本没动一刀一枪 作为天子 就做了这个皇帝 可以说 生我者父母 贵我者是你高王 正本寡得 我也没有什么能力 也没有什么能望 王已立之 但是既然你立了我 百姓无知 破位 实可 百姓不知道我无德 以为我还应该做君主了 这个有意思 若为他人所同 这张政之恶 如果有别人来图谋我这个位置 那说明我不行 但是 如果被您所杀 死在您的手上 我死而无憾 这封书信 写得非常犀利 但是打仗 不是写文章 高欢 久经大敌 杜洛州 葛龙都不在眼睛里头 尔卓赵 也被他所败 没有能够 露得他的眼 所以还等不到 高欢的部队 打到洛阳 没有等到 高欢的部队 濒临城下 袁修的部队早已散了 虽然袁修说 死在你的手上 死而无憾 但是人还是怕死的嘛 特别是袁修 他还想重整朝纲 要依靠一股势力 打败高欢 夺取政权 所以他拼命地逃 本来 这个袁修逃就逃 但是 袁修逃去 投奔的这个人 非同小可 逃到长安以后 这一位 作为元修的庇护者 他将和高欢 产生一场 火星撞地球的效应 那么此人是谁 我们下集再说 我们下集再说 我来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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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笔